中午的人气话题来看到 三级警戒持续了一个多月 6月28号户归降级也被受各界的关注 有消息指出行政院在昨天开会讨论 在三级警戒之下的违解封措施 可能优先松绑 不开放饮食的电影院 图书馆 会展场馆等等的商业场域 也定出了违解封的四项条件 包括了属于静态场所 有足够的空间 不需要近距离的接触 以及可踩流量管控的地方 不过在确诊人多的地区 是占不开放的 行政院保守地表示 一切都在评估当中 北市新医区商圈冷冷清清 娱乐场所铁门紧闭 一个多月了 疫情让大家哪里都去不了 真的好门 很期待啊 安全距离坐好 我想其实也蛮好的 休假在家的时候 真的会开始有点不知道要干嘛 如果真的可以解放的话 就会想要出去走一下 随着近期疫情有降温趋势 民众的心声似乎看见曙光 传出政院正开会眼里 在三级警戒持续下的 商业场所为解封 政院预计朝向先从能确实 戴上口罩落实人流管制 最重要的是不开放饮食的 静态场馆 比如说电影院 以及图书馆 展览馆 美术馆等 有条件优先松绑 据了解想营业得符合属静态场所 有足够空间 不需近距离接触 可采流量管制等四个条件 但在确诊数仍多的地区 如双倍则占不开放 疫情指挥中心跟部位间 还在讨论评估中 一定要把人数减低 至少要减到一半以下 通风设备上面要做 我们的RG值值都维持在一以下 那么到26月18号 那么2.5期是绝对有可能 28日后逐步解封 公卫专家乐观看待 卖场市场等单双号限购等管制措施 松绑游各县市决定 餐厅等饮食场所 是否开放梅花座 则有待评估 疫情还不到能松懈的时刻 想在外头吃上一顿饭 还得再等等 继续战云圈的维持人特报道